剛剛大家新聞比較多是公佈妳的體重 最好還看得到下巴不是剩下巴 那時候真的碰到一個 突然有點跳跡 他說 太胖了 他好像對我都不敢跟你講 老師真的覺得太胖了這樣子 所以我最近睡覺有時候覺得 被胸部太大低到 中心靈記憶絕招 紙巾中典禮超時 自招吃兩份早餐 胖到出事 超不一樣 好恐怖喔 讓粉紅注中心靈下成這樣 無非就是擔心10月擔任金鐘58典禮主持人啦 這一次他還入圍兩項節目類主持人獎 不過婆婆2目前尚未殺青 編嘎戲還要準備主持的他 形同蠟燭兩頭燒 各位男性男性是會 不小心出一包 會 會 上台一個部分都擔心 不要給他 上台一個部分 都擔心 上台如果跌倒 講話都被口腿嗆到 不突然想咳嗽 或是講話沒講好 包括剛剛我們講說要講清楚 我是第58屆金鐘獎戲劇類頒獎給你 你一直知道我朋友會 誰沒有拼命請假 你希望我不要在台灣講 屁啦 好 而且 對不起 我會建議大家 把你想要感謝的人 在心裡多少次 也不會到那裡講 其實你會來不及感謝你想要感謝的人 然後你到後台會很傲慢 說 為什麼沒有講到他 我會就是拿個牌子說報告 抱歉你沒參加 然後沒上台一次就會再拖一些 所以不然那我脫妝的話 就講快一點 有時候感覺大家會開始是膝蓋 你講更長 就這樣 為什麼要瘦身 對 張胖怎麼樣 然後也是我的女藝人壓力 中心靈更回憶 其疑過去拍婆婆期間 她也曾為體態努力過 我成功 我大概瘦了我中間 然後結果我發了 一個月結果胖回來 那時候覺得身體負擔太壯了 因為我覺得超過幾次 第一季婆婆拍我 我們那時候大概拍到 胖到90 所以像這次拍婆婆 所有人都在幫我說 心靈姐不要帶車了 心靈姐衣服見不到了 心靈姐怎樣怎樣怎樣 以前拍婆婆 工作人員都會自動幫我點兩份早餐 就每天這樣 娘的白白胖胖 那時候就碰到一個 突然有天看到自己 叫做 太胖了 她好像不對 我就不敢跟你講 我是真的覺得太胖了 我最近睡覺有一種覺得 胸部 不太合理的感覺 被胸部太大低道了 所以這次他們有吃了 趁個流口 不要再喝了 姐妹姐 我好像問潘姐說 你有沒有剪 人家說 我花那麼多的心血 跟努力 跟錢 把一次的那樣 為什麼要我坐下來 我去講 太有道理了 飾演今年角色 火療一哥的許潔輝 因為涉及性騷風波 第二季拍到一半 就被換成紅都拉斯接眼 還有電影版飾演 歐歐的顏雅倫 也和鍾心靈統臺合作過 我覺得這陣子就是沒有 我沒有打擾他 我非常喜歡這個小孩 我覺得他其實 真的非常非常努力的小孩 大家彼此之間 那時候都會有一些 年少情緒或者是什麼 一些感情的來來去去 雙方都付出一些責任了 跟一些 一些 一些承擔之後 我覺得我還蠻期待 看到他繼續幫我他 我覺得輝哥又更是大人 這應該就是坦然面對這一切 我覺得他的調適跟他的那個年紀 其實會讓他更有低 對 所以他有沒有很害怕 就沒有打擾 但是之前我不傳簡訊 想想是說 你怎麼會這樣 站起來 站起來啦 A在這次 橘子 到這次 就會火讓他來 等下 好 好 rona